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海人物志 我是阿民 福田一方 邀天下善事 新年万蕊造慈祭世界 正言上人曾经称许台中峰会是慈祭的心脏 心脏若健全 慈祭的会命就能够永续的传承 而说到台中峰会 我们来看几张照片 这是1986年启用的台中峰会 日式的建筑面积不大 很快就不服使用了 经过原地重建之后 1992年启用的台中峰会 就是目前位于明全路的台中峰会 而随着人间菩萨大召声 当然社区道场也需要更宽广的空间 来接引会众 于是在今年的1月13号 崭新庄严的台中近视堂 正式举行了岁末祝福的活动 还记得当天正言上人开示的时候 特别感恩 上人说感恩在这么大的空间里面 要谢谢已故的洪志诚师兄 感恩他当年带领了一群 以中区隆董为主的善心人士 一起来推动这个任务 而今天我们就要用最最最感恩的心情 来邀请洪志诚的师姐 以及大女儿 一起来见证这段回首来时路 2013年1月 台中近视堂举办第一场岁末祝福 这是从2006年正式取得土地之后 最让众人欢欣鼓舞的时刻 台中峰会算是台湾最大的一个峰会 后来已经是台湾最小的一个峰会 然后上人岁末祝福都要 每次都要办十几场才可以办完 就让上人也很辛苦 那场地又显得那么小那么拥挤 那稻气又不足 那经验在那边的时候 那个影像一出来 我记得那个慈乐师姐就说 这人这个都稻气十足 看着都会唱给母配了 从土地取得到完工 而且在现场在实地在那里演艺的话 我真的非常感动 终于启用了 等待很久了 中区融洞前召集人洪志成 是寻找土地重要的推手 养儿却在台湾土地三个六月后 检查出离患了宜曼系肝炎 冰头在大林医院我去那里看 冰床他就说 富青原啊 那个地区很感动 你无论以后一定要打手 要打手打手 完美这个土地 我去信念又说 他跟我说 我出来有六八七八七八 我说哎哟 洪师兄 被人上脸 被死了又跟他一样 我这一块土地 所以我感觉 洪志兄 上脸的贴心的地主 他那个情情 我一定要把他成就 这个第一年无论 我一定要打成 乐观 爽朗的洪志成 透过例行实践的这工工作 凝聚了荣董门的情谊 竭离三十多年的妻子 吕青英 对于静思堂 得以在法亲的协助下 依照洪志成的筹划逐一完成 既感恩又引以为傲 那上脸自己也讲说 台中这段荣董会很感兴的 不是说做了什么事情 这么大的事情 但是他们那一份的法亲的情 上脸说他是很感动的 台中静思堂 未来除了是会晤发展 志工培训课程 以及社会教育推广的重要据点 更因为坐落在大台中 交通枢纽的地理位置 一旦有灾难发生 更具备了紧急救难指挥中心的功能 上脸说广复会所用以教明 静思堂这样子 然后终于启用 然后以后就是让这个静思堂 在今年的1月13号正式启用 举行岁末祝福的时候 两位也都在现场 对吧 对 秦医师姐当听到上脸的开示 谈到感恩您家的师兄的时候 你当时的心情是怎样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说是 我们应当要感恩上人 因为上人一直都在成就弟子 就连弟子这么一点小小的心愿 我觉得上人他都一直在成就他 然后也很感恩所有的中区的溶洞 因为他们也一直希望要完成师兄的心愿 那我知道真的是上人听秀弟子的心 他才会这样子一直在提起 其实是应当我们所有弟子要感恩上人 没有上人当时这样子的睿智 就决定那块土地 然后其实当天应当是说 有其他的土地在看对不对 那其实看到这里的时候 上人马上就说 就是这块去讲这块 那上人那时候马上就说 台中奋会刷来吃 那我们真的很感恩因为 是上人在成就我们 当然上人的先知灼见 上人的睿智摆在最前 这是需要一群弟子们来圆满这个任务啊 是 那洪师兄就是帮助的人吗 是 他当时真的是很积极 嗯 那个时候我记得就像大家看到的 台中奋会对全省最大 是 那那个时候其实要办一个活动简直是登记场地 是 是大家用抢的都抢不到 嗯 那最夸张的我记得当时 我那时候承担和气组长 那暑假要登记一个营队 对我们是一年前就去登记 所以有一个更开阔的空间 让大家使用上更清安自在 势在必行 是 所以跟辗转经过那么多年 不管藻地 兴建 从动土 到善良 到启用 您都参与到了 对我们看到他从动土开始这样子 一砖一瓦这样子 你也觉得1月13号这个113 111善一切都是善事 一切都是美事 在那天启用 胜利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原红师兄的梦 其实看到那个进师场能够进去 真的大家也是心里是非常非常感动 而且很兴奋 很感恩 那天 欣宜担任睡末祖的司宜 不是第一场 我是隔天的 OK 好 爱刚听到最前讲的时候 讲到你爸爸 的时候你感觉如何 我很感动 因为那天我是在最后面 因为我去见习 因为我们司宜都会固定 就是每一场都会打 那我觉得那边 我听到那个上人讲到爸爸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很感动很感动 那样子 感动的是 就感动上人都记得每一件事情 当然你们也记得你们跟慈济是什么样的结缘 怎样的发心意愿 愿意一步一步的走进来 从多年的会员到后来慢慢的参与 到积极的参与 不管是参与委员辞呈的培训 是后来承担慈济大学的辞呈义的爸爸妈妈 你们都是照着一步一步来 尤其在921发生的那一天 你们人不在台中 是在花莲 是啊 还是要感恩上人 如果不是上人这样子鼓励 然后叫我们一定要来承担的话 我们当天就在台中我们自己的家 那因为我们家是住在22楼 那那个当我们从花莲回来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那个厨子的门 那那个厨子的门是很重 因为厨子的门上面全部都是镜子 那整个那个门是压到我们的床上 就是我在睡觉的地方 那整个门掉落到床上的时候 我们连要搬走都搬不开 921你们幸运的逃过一劫 但是师兄的病痛从发病到往生 大概多长了时间 其实真的很突然 只有三个月而已 你们当时你们两个 你跟你们相兄 如何来看待这个事情 我真的到现在都无法想象说 师兄他从一个那么乐观的人 然后对生命充满热情的人 那突然医生就这样子跟他宣布 然后他可以做到说很坦然的 面对医生这样子跟他解说 跟他让他了解他所有的病情 然后也一直跟他很多的方式 做参考之后 他怎么样去做他自己生命的抉择 但是因为他很详细的听医生帮他解说 他说医生是说去到那边 众人是换了之后 可能两三个月就会再复发 所以他当时他就决定说不去做 不到大陆去换官 因为不是在台湾吗 或许他天生的乐观心情 占了很大的因素 但是我猜在此季的包含上人的开示 佛法的熏陶 他有找到一些面对音源国报的体会吗 爸爸耳敌面面跟你说了什么 因为我们家兄弟姐妹都在国外 那时候只有我在台湾 然后爸爸就说叫我要 跟我师兄搬回去跟我妈妈住 然后那时候我一直都不答应他 为什么 因为我希望他自己跟妈妈住 那我的想法是这样 我就一直不肯答应 然后他自己去跟我的师兄讲 然后后来我师兄有答应我爸爸的 你知道爸爸的用心良苦在哪里吗 他因为只剩妈妈一个人 嗯哼 对啊 嗯 嗯 当然你那些心中间的害怕 对吗 对啦 是没错啦 可是对 可是是爸爸先跟我提啦 可是我是一直都没有答应 因为我觉得 爸爸会好 对 你是这样祝福他 对 当然带着众人的祝福 洪师兄离开了这个 娑婆世界 这个堪忍世界 不过就像上人的祝福 他已经秤愿再来 又是一位已经 大概八岁的小孩了 好 那 嗯 这对母女 也没有忘记他们对 她的先生 她的爸爸的承诺 尤其是 秦英师姐对上人说 他这些人要做相分 另外一分要帮他们修行做 他怎么样把这样的愿力 化为行动 落实在他的生活中 落实在他的社区稻草中呢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这段影片 没有办法 咖啡跟茶都可以 就这样子啊 然后带一往来 他们拿咖啡去 你们这就要再補 这样好不好 担任中区慈济 荣董联谊会干事的 李清英 每次活动前的准备工作 他总会为前来参与的志工们 详细说明流程 有一次啊 那个上人请教的时候 那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 荣董的工作 其实都是一些 比较台面上 然后也不是很实质的 可以持续的 继续做下去的工作 所以要带动荣董的话 其实真的不容易啊 那你们要不要分配一下 有的在咖啡 有的在茶水 他们这咖啡 他们都在喝茶水 这样吗 其实你们都可以混啦 因为混的话以后 你们就都会 对 所以你不要说一直说 你这一组就是在咖啡 这一组就在茶水 这个是上人教我们的嘛 你一定要让他们觉得说 他们来了之后 那他们有一个付出的机会 让他们也感受到这个法喜 手中的笔记本 是每次李清英出门前 仔细写下的功课 个性严谨重视细节的他 每一项活动都有专属的笔记 就连任远法师开施的法语 他也会详细记下心得 把每次的笔记都依序整理妥当 其实像这个2010年11月1号 对不对 那上人讲 为度众生来去说婆 然后2013年的3月29号 我重复听的时候 不完整的部分 还有不会的部分 不对的部分 我会把它去除 后来我在整理我的笔记的时候 我希望我全部都用活跃子 我随手记的时候 我会插到我的 四大世界八大华音里面去 把它就丢进去 将来我要找我的东西的时候 我就从那边去找 以前的吕清明求好心切 总会为了知为末节的琐事 花很长的时间整理 先生洪志诚就曾经 向正眼法师提起 他为了盲词记 半夜不睡觉 事情好像永远都做不完的过去 上人就听着听着 就我头哭我哭 你都在做什么 我想说很奇怪 真的被上人一问 我一个做事我也不知道 因为那都是很琐碎的事情 你也讲不出一个很完整的事 来跟上人讲 你看上人就问到重点 因为我都没有办法 好好的去安排我自己的事情 或者怎么样去安排我的时间 跟我的工作 现在的吕清明 学会时间分配 但凡事尽全力的他 还是让家人好担心 他常常三进半夜都没在睡 都在回email 都在做一些企划什么的 我觉得他太累 所以前一阵子 他心脏就是血压很高 我们大家也都很担心 我觉得太辛苦 我觉得是很舍不得 我觉得他 家人的关心 吕清英都清楚 带着先生洪志诚未完的心愿 吕清英一人做两份的词记录 还要继续走下去 就如建真大和尚东渡日本传法一样 虽然遇到那么多的波折 不过只要有愿有利 有心有福 您也一步一步在完成 你对洪师兄的承诺 对上人的承诺 谁人要做相婚 对吧 我应当是要这样子说 因为那时候师兄往生的时候 上人一直鼓励我 说你要做相婚 要把师兄还未完成的 我都要一起来做完 所以上人一直跟我讲说 你要做相婚 那当然我觉得上人那时候 也一直希望我 可以忙碌一点 然后不要把心思都放在师兄这边 那所以说上人那时候 一直鼓励我说 你要做相婚 说不是心不听骗人的 我做三十几年了 对吧 当您又不小心 又想到他的时候 你怎么办 其实上人一直说 嗯 情会残 要用智慧开路 嗯 那我在想说 什么是智慧 有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想到说 其实真的这些 上人说的因缘观嘛 嗯 缘 聚的时候啊 我们在一起 然后把握这个因缘 是 那缘善就是要分离 是 那上人说 这个是自然法则 每一个人都要碰到的事情 对 我们只好向前走 嗯 很多时候事情就是 用很感恩的心 善解包容的心 然后就可以去圆满很多事情 其实上人的话真的 做起来并不是说非常的困难 但是一定要很用心的去体会 光是一个自主感恩就可以 让我们体会很深了 是 所以说 呃 思维法啦 就像最一样了 看您这么认真 聆听上的开示 不断的情作笔记 但是你也知道了 听经念经 更要行经 是 包含你这次要带这么多人来做起工 不管南众 流众 互相的 和和互学的 互动 那当当美国都督到 什么样的困难啊 人我是非 有没有什么样上人的话 又如体无冠领般 让你心开意解啊 其实我一直都记得上人说 用感恩心 因为你一定要相信说 别人都在成就我们 真的 我 我从进来持继之后 我觉得真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就可以 做任何事情 嗯 我在当组长的这么 那么大段的时间 其实都是一个团体的力量 嗯 我们只是当一个窗口 当一个带动 嗯 嗯 那到最后呢 其实是大家的成就 是 所以 我觉得感恩心是很重要的 嗯 所以你不断的感恩大家 成就你 庄严你 是 有这么多人 在街上 在后面都 那这么多 一呼百怒 大家 依照奉行嘛 对 当然我觉得说 师兄走的那段时间 其实我对当组长是完全就是 已经是不想要承担这个工作 那其实我真的很感恩我们的法亲 南屯区所有 所有的师兄姐姐 那时候为了要成就我 嗯 然后他们也希望我 承担组长的时候 会有 有比较多的那个 时间来做持绩嘛 就不会 心里胡思乱想 是 所以 那时候我一直 非常坚决的要 辞掉这个组长的工作的时候 上人跟他们讲说 没关系 他现在 很多事情要处理 对不对 你们就增加多一位 和气副组长 哦 然后 每一个人都跟我讲说 你处理事情多久都没关系 我们都会等你 然后我们就 副组长会承担起所有的工作 嗯 然后你就放心去做你自己家里面要处理的事情 哦 等到你哪一天处理完了 你就归位 我们就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 欢迎你再回来 这个岗位上 嗯 嗯 其实我知道大家都在成就我 是 是 所以天底下其实没有最完美的方法 但是要想尽办法来解决困难的地方 对不对 所以当家里的大家长离开了 其实会孤单吗 当然会孤单 尤其过到遇到逢年过节的时候 人们爽朗的笑声消失在 厅堂里面 他们怎么样度过那段时间呢 法亲的陪伴很重要 我们来看下面这段影片回来之后 再来聊一聊 如何法亲互相修庭啊 来 那一年的农历过年的除夕初一初二 就是每天都有很多的师兄师姐来我们家 陪伴我们 我妈妈也陪伴我们这样 然后年夜饭是师伯来帮忙煮的 大家的照顾跟爱护 让我们比较容易度过那一段时间这样 有一次 但是不晓得在外面什么事情 然后处理事情的时候碰到很多困难 然后我就在车上一直哭 然后他带我回来到家里面前面的时候 我就 我就快点把眼泪擦干 然后就快点在那边擦粉 把我的霜全部都补上去 那时候他心里想说 他就已经到家了 这个人是在擦粉在擦什么 那后来我下车之后 他就说 哇他终于明白说 我还要把他装成说没有事情 然后再进门 不让孩子他们看到 所以很多法庆都一直 一直在陪伴 然后那一年的过年 你知道立师姐还有 一个蔡健健师兄 然后李健哲师兄 他们是全家都到我们家来过年的 师兄师姐 自从3月15号就开始要摘戒 我们开始摘戒了吗 他就是很忙 那可是同时我也很感恩 他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忙 因为当他可以忙 他可以把他的心思放在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不会是想着悲伤 或者是想着一些其他的事情 所以其实是真的很感恩人 我觉得很努力的做也是算是 虽然上人说爱连业也当这者 可是我并不觉得我有做什么想婚 帮他做 我只是觉得像他那么样的用心 我是不及他 有人说苦难是化了妆的祝福 遇到人生这样的生老病史 当然总是要坦然的面对 但是感恩真的有法庆的陪伴 对吧 以后当我们经过文心南路 这个维尔的台中竞争堂的时候 请大家记得 洪志崇师兄曾经给我们的点点滴滴 也希望大家更好好的利用这个社区道场 来接引更多的慧众 好不好 也祝福两位 好 目录当地做主者 后悔相兄 谢谢 感恩 感恩 请不吝点赞 text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